我們現在遇上了一個全民意淫的時代 那麼從政治營到經濟沒有什麼話題不可以進入全民意淫的這麼一個科目上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它沒有絕對的正確與標準 但是它始終存在的現實生活中的相對正確與標準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它要總要能夠證實到自己的缺點與錯誤 才能夠有可能是偉大的 國民的素質它不僅僅跟教育有關 我們知道中國的教育程度不高 普遍大概是在初中這個水平 城市稍微好一點 高中以上 那麼鄉村極有可能只是平均在小學走路 連初中都達不到 所以我們看到經常有一些快山文學 或者是電視節目 它迎合了大眾的需求 打著這個陽春白雪的這麼一個旗號 充斥著螢幕都是低俗的段子 有一些抗日神劇 現在連執政黨它也看不下去 最近據說也在清理著 那麼任何一個國家 它想提高民眾的素質 它首先要有一個能夠以身作折的 這麼一個階層 在中國呢 古代 是由世大夫這麼一個階層 來衝作表率 那麼大夫和氏都是春秋時期 曾經的一些貴族 低級貴族 那麼大夫呢 它是王侯的木 那麼氏是大夫的成熟 隨著這個 進入了王朝政治 那麼逐漸以世襲為手段的 大夫和氏 逐漸就消亡了 那麼通過讀書 通過科舉 成為知識分子 成為官僚 那麼這就形成了一個 士大夫階層 所謂的士大夫階層 它不僅僅包括已經成為官僚 體制內的這些經營 甚至也包括了一些有名望的 雷書人 他們與相歸名曰 與綠條 結成了整個社會的底線 通過他們 以身作則的宣教 帶動了整個社會風氣 我們知道通過這個 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國社會 現在幾乎已經 打掉了知識分子 所謂的士的 這麼一種骨氣 中國歷史上 有幾個比較獨特的時期 一個是元朝 一個是南北朝 一個是現在 南北朝我們知道 它被稱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 好朋友 南朝北朝各有家人 去年我見了一個比較搞笑的一個微博的段子 它編了一個斷子 它編了一個斷子 它說南北朝呢是一個文化斷子 我說大多數讀書人 不是這麼看 因為南北朝被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顛覆 它湧現出的 像劉邪、謝玲韻、江燕、包兆 這麼一些璀璨的明星 竟然能被稱之為叫文化斷子 那說明你書讀的不夠多 至少你對中國文化史 尤其是中國的文學批評史 幾乎是空白 那麼文心雕龍 就劉邪寫的這個文心雕龍 邪這個東西呢 它有一個形容叫 詞必先有調 而後以詞填之 詞即陰影 亦有自奪槍子 先隨意為長短句 後邪以律 這是《匯豐詞畫》 《匯豐詞畫》 《匯豐詞畫》 被 與這個王國維的人間詞畫合堪 說明他這個 品術 還是比較莊重 那麼劉邪寫了這個 《文心雕龍》 史上對他最公正的一個評價 叫《啟大而律洲》 《啟大而律洲》 他主要有兩個 時間段構成 一個是《五四》 從一個政府誘導的 政府需要民眾 出現一些不同的輿論 以拒絕 一戰之後 巴黎和會的一些 對中國不利的這些決議 那麼政府是希望 北洋政府是希望 民眾有不同的聲音 來佐證他們 拒絕簽署 《巴黎和約》 對中國不利的 這麼一些條款 那麼在政府的誘導之下 出現了一個《五四》運動 這是一個血潮 《五四》運動呢 是以和平為阻止 形成的一個和平抗議 和平集會 最終以暴力而收藏 《五四》當年的騎手 火燒趙家樓的幾位幹將 最後在二戰期間 都成為漢奸 《五四》起了一個不太好的頭 他既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 把中國傳統文化 稱之為叫招破 封建招破 而且呢 白話文的流行 終結了中國傳承已久的 現狀書 隨著簡體字的泛濫 現在能讀進去古書 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把前人的住宿 當作精神食糧 與古人來對談的 這麼一些讀者 在中文圈內 近乎絕接 另外一個呢 是最近幾十年出現的問題 尤其是近二十年 我們知道對中國社會 尤其是對知識分子 最大的一次衝擊 是所謂的無產階級人化大革命 但是在這之後 出現了一些反思 出現了一些傷痕文學 那麼我們看到最近發生了兩件事 一件事呢 是南京的彭宇案 彭宇案的結果 導致了全國沒有人 再去敢見義勇為 扶危助難 因為你經濟上 你承受不了這麼一個後果 現在人們看到 遇難的喪治 第一時間 都把它們定義為 有沒有可能是碰死的 不敢去碰 不敢去忍 除了孩童和外國人 大多數國人 都不敢伸出援救之心 第二件事呢 是浙江的前雲會案 他還有一個著名的 稱呼叫普交案 在普交案中 當年被稱之為 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的 所謂的三博士之一的 許志勇先生 起了一個很壞的例子 為了考慮社會穩定 無條件地維持社會穩定 他最終的結論 實際上站在了 強權的一邊 他徹底摧毀了 國人對公正的知識分子 這麼一種信任 他用的不僅僅是三博士的名聲 去為這個定義背書 他其實搭上了 現今整個中國公知的名字 所以我們知道 在中國 現在跟元朝幾乎是一樣 元朝中斷了七十多年的科舉 所以 知識分子呢 沒有入世的機會 只能去做一些序例 或者說 去做手藝人 當然我們也看到很多 元曲的作者 為什麼元曲非常興盛呢 台灣學者 台灣學者 鄭謙 有一段評述 他說這個詞 與曲是男生兄弟 詞是翩翩公子 曲 附帶了惡少的氣息 這個評述 這個評述啊 很中口 我們最近一段時間看到的 被封的像內涵斷的這一類的 其實 就有這麼一個元曲的 氣息在裡面 現在有很多段子 有很多這個 大家喜聞樂見的 這些娛樂節目 其實都帶有一些 悲涼的自嘲 這就是目前整個 中國的全民狀態 中國有十三億八千萬人 中國有一個無比龐大的政黨 中共在這的黨員 有九千多萬 加上他們的親屬 已經過億了 這是一個實力階層 人類歷史上 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國家 擁有這麼龐大的公務員隊 所有的黨員 所有的這個吃財政飯 他並不從事任何一項工作 他只是參與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我們知道我們的鄰居 印度 人口比我們少不了多少 但是他們的公務員隊 是相當稀少 甚至他們還能 實現免費醫療 鐵路 普通的列車是不售票的 他們拿民眾奉獻出來的說服 跟大多數西方國家一樣 它是補貼到整個社會的福利工作中 那麼中國則不然 中國 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實力階層 他們擁有一切權利 無論是政權 軍事 外交 宣傳 甚至教育 你不管他是幫你們洗腦 還是教化萬名 他們始終有一個宗旨 就是維護黨的領導 在任何情況下 他們第一個要素是忠於黨 然後才能談到忠於祖國 忠於人民 大多數國人呢 他沒有這個能力 他既看不到希望 也沒有抗爭的勇氣 甚至 不敢去深入的思考 因為在我們這個國家 你要是開始想了解 這個國家的歷史 你要想深入了解 中共的內幕 包括現行的法規法則 你就有可能走向犯罪的道路 因為在中共的管轄之下 所有的民眾 它都是屬於那種 一盤大棋上的每一個棋子 你是沒有權利做棋手的 政府左右互搏 他們自己來做棋手 這個國家呢 它始終是軍管 它唯一擁有實際權利的 是中央軍委主席 甚至連國務院下屬的這個 國防部 都是一塊空牌 它是每年由軍委的 委員 來兼任國防部的部長 國防部 掛牌在軍委大樓之內 黨員 黨的幹部 尤其是各個省的 審委書記 他同時也都兼任 審軍區的第一證明 整個這個體系 它是以黨為軸 以軍隊為支撐 以地方上的各級強力機關 作為爪牙 它來實行一種 嚴密到個人的 這麼一種直接統治 在目前我們見到的 整個國際社會中 這種例子很極端 那麼大家既沒有能力去反抗它 也不敢正面地去質疑它 甚至我們的思考 都要非常地小心謹慎 不太容易 也不太敢發出自己的聲音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孤立的 你都有自己的親屬 你都有你所重視的一些血緣關係 你身上肩負了一些 你必須要肩負的東西 那麼你不是很自由 你怎麼辦呢 你只能去找一個管道去宣泄 我們現在能夠看到 就是只能用詭諧的語調 自嘲的態度去面對這一切 全民意淫它不是沒有由來的 歸根到底 它就是在高壓下的 一種自我解脫